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古羅馬這麼大 又有這麼多民族 不同的民族之間飲食習慣也不一樣 例如在萊恩河一帶 出土了很多牛骨 意味著他們其實是喜歡吃牛的 而當時在意大利基本上是沒有人吃牛肉 而萊恩河地區根本沒有人吃豬肉 但羅馬又吃 還有啤酒 萊恩河地區 這種飲品在當時已經是相當普及 但在意大利竟然沒有人喝過 在古羅馬時期 穀物 橄欖油 葡萄酒和各地生產的蔬菜 構成了羅馬飲食的基礎 穀物是重點 當時一個重勞力的工人每個月 可以從政府 拿到大約70至80斤的小麥 如果這個工人是單身的話 其實他不單足夠吃 還有剩餘 剩下一些穀物怎麼辦呢 他就會拿去換其他東西 但如果他不是單身 他有老婆又有幾個小朋友 那就不好意思 肯定不夠吃 他們要叫肚餓 家裡有兩個大人 再加兩個小朋友 簡直已經是 每天都吃不飽的那種景 所以食物潰乏 也是間接導致當時的古羅馬兒童 死亡率很高的原因 分少麥給你 要自己磨成麵粉 磨成麵粉後可以做麥粥 或者做麵包 他們一習慣是一日三餐 整家人坐在一起圍著桌子吃飯 一般是由家庭主婦或者叫奴隸服侍老公和家人 除了穀物之外 他們還會吃什麼呢 一般羅馬人的早餐都是吃麵包 有時有些娛樂 再加上前幾天吃剩的食物 就會做早餐 午餐吃什麼呢 也是吃麵包 如果你說有些錢 就吃魚吃水果 頂籠未加之 2021年的立菲 上流社會的人一般 在自己的庫房裏面 都會有幾桶的葡萄酒 羅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國 據聞跟今天的味道不一樣 是一些很烈的烈酒 如果直接喝會啄傷喉嚨 所以一定要溝氣才可以喝 羅馬人晚餐才是他們一天入面最重要的一餐 所以經常都會有葡萄酒去送 晚餐還有一些扁豆、櫻嘴豆 總之各種各樣的豆 再加青菜 洋蔥 蒜頭 乳酪 水果 蔬菜湯等等 不是經常吃肉 如果真的有肉的話 稍微用水搓一下就已經上桌了 羅馬人只是用右手來吃飯 因為當時其實是沒有紙巾 左手是用來敏糞 所以羅馬人認為左手其實是不太乾淨 如果手骯髒怎麼辦 就在桌上 撒一下 在桌底撒一下 是這樣的 如果你家中剛好養了幾個奴隸 就可以叫奴隸過來 在他的頭髮撒一下 據聞很多當時的奴隸 要留長頭髮 就是為了給主人用來抹手 羅馬人也會用餐具 切割的刀具和匙巾 羅馬有一種特產叫做魚露 魚露就是用魚的下欄部位 魚頭、內臟 在鍋裡煮得爛了 就會把魚醬製作出來 用魚醬夾著麵包來吃 其實挺噁心的 但這也是羅馬人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羅馬一般人的普通家庭都是這樣吃的 但你說我是皇宮貴咒 我是皇帝怎麼辦 他們經常會舉辦家宴 舉辦家宴也是一個懸賦的好機會 首先宴會廳會弄得很漂亮 而招呼客人所使用的餐具 全部都是金銀銅 玻璃 總之製作得很精美 也有各種各樣的形狀 有魚的形狀 雞的形狀 花的形狀 貝殼的形狀 當然有錢人 他的菜單也十分豐富 廚師也吸收了一些東方的飲食文法 很喜歡用香料製作 火腿、豬頭、鰻魚、橄欖油 毛花果 腸仔、魚蛋 家琴 醃製好的蔬菜 魚樂、煎蛋 各式各樣的小點心都有 而且他們很喜歡吃會飛的東西 大雁、起雀 鴕鳥、鵪鶏 白鴿全部都吃 在羅馬孔雖然貴為天后 也是豬樂女神的象徵 但也未能阻止羅馬人 將他放在餐桌上 所以你還可以吃孔雀 羅馬當時的有錢人很懂得享受生活 有錢人為了營造一種舒適的環境 會將餐廳 建在風景優美的屋頂上 或者會建在山林之間 或者海邊 而且周圍 還會被鮮花噴泉包圍 他們不是坐著吃 是睡著吃 一邊聊天 一邊吃 吃一頓飯 可以吃8個小時 是不是很奢侈呢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下集我們再說一下 羅馬的國鬥事 我是陳老師 溫文二雅 講一下羅馬 我們下集再見